看完了精彩的古典帆船塞 你是否对意大利这个小城 英佩里亚很好奇呢 它虽然没有罗马的雄伟 米兰的时尚 或者是威尼斯的浪漫 但是帆船之都英佩里亚 因为保留了中世纪地中海的建筑 它很宁静很可爱 结果成了很多欧洲在地人 暑假的私房度假圣地 我们带你一起走一趟 意大利的艳阳映照地中海的蓝 如萌似幻 蓝道像颗宝石 帆船游艇在海岸上遨游 掀起一波接一波雷丝般的浪花 这里是Imperia 呈现的是正宗的地中海度假风情 时而浪漫慵懒 时而充满活力 都适合用来形容Imperia 地矮缤纷的建筑 保留了中世纪的地中海景观 46平方公里的市区 人口总数约4万多人 人人都可以自在不拥挤地 享有美丽的海岸线 位于意大利西北方的Imperia 是一个帆船城市 而因为两年一度的古典帆船赛 就像是一场嘉年华 也让这边拥有帆船之都的美名 得天独厚的港口特色 成了绝佳的城市行销 欧洲风行的帆船赛 每年巡回来Imperia举行 800艘停靠了船只 带来船长 水手以及观光客 处处都是人潮 也是商机 Imperia这个城市 名号不如罗马响亮 时尚便利也不如米兰这些大城 但正因它的低调朴实 也让想要好好度假的意大利人 每年夏天都要来这边慢活也乐活 而在地人喜欢的玩法 就是租台露营车 走到哪 住到哪 在游艇上工作了12年的Parlo 专门载着游客包船出海 享受海天一线的日光浴 俨然已经像个资深导游 但Parlo也告诉我们 今年跟以往相比 因为欧债危机 游客的娱乐花费打了折扣 出手不向往日阔绰 基本上是20%比过去年 已经30%比过去年 所以人们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的经济 酒店 酒店 所有的批词 他们感觉到这些批词 大环境景气不好 但肚子还是要顾 靠海而居的Imperia 丰饶的海产自然是桌上佳肴 闹区的餐厅街 人人都坐在户外吹自然海风 到了周末 夜空大放灿烂烟火 这种气氛下用餐 比烛光晚餐还要浪漫 来这边点餐 如果没吃海鲜料理 那就太可惜了 身为欧洲五国之一的意大利 在欧洲危机的阴霾中 虽然政府带头准节 民众荷包紧缩 可是他们不改 奔放享乐的民族性 用最紧绷的限度 忘情享受当下 毕竟一句超 一转身 又是新的一天